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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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話說到這裡 誰贊成 誰反對 我反對 我反對 嗨 大家好 我是米馬賽 今天我們用一種非常輕鬆的心情 跟輕鬆的裝扮 來跟大家一起聊聊 什麼叫做政府標案 跟標案工程 這個東西它是怎麼來的呢 我想必在講這個之前 大家應該有聽過很多神秘的故事 我話講完 誰贊成 誰反對 其實政府標案裡面 它分成非常非常多種 就是有公共建設的 有工程類的 有活動 只要有相關到一個國家的建設 或者是地方建設 它通常就會用一種 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來做這個案子 那要怎麼樣去評分說 應該適合給哪一間廠商做呢 於是他們就想說一個方法 那我們就大概公開招標就好啦 宣告大家 我們這邊有一條水庫要做 我們這邊有一條馬路要蓋 各種你只要想像得到 它是屬於公家的 它會用到你的納稅錢的 那它就是要公開招標 這個時間裡面呢 你這間公司 你有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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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的人 大家都來投標 投標之後呢 政府就會在當中 選出他覺得哪一家最好 首先 它裡面有區分成 你是一般自然人 還是你是一個公司 還是你是工作室 其實都有的 它只是差在於 這個標裡面 它有沒有規範 就說什麼什麼不能標 什麼什麼有限公司 資本的幾百萬以上 幾百萬以下 公司必須要曾經設立幾年 它要做過什麼什麼 答案子 在這個規範以外的 其實任何人都可以去標 那台灣呢 現在呢 你就可以去上一個叫做 政府電子採購網 通常文化部 勞動部 每一個部門 它一定都會有公開招標 假設你今天 你想到了一個 這個東西 你想做 你就把它點進去 這個時候最ㄎㄧㄤ的事情來了 這個我標和標十幾年 我到現在覺得它 一點漲盡都沒有 你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去 下載那個標嗎 我們要首先 你要先到 high內去買點數卡 然後你要插進去 下載這個東西 要30塊、20塊、50塊 總之 你要玩這個遊戲 就是要去玩人家的遊戲規則 這個總常文領完標之後呢 你只要看一下我裡面的規範 什麼東西你公司可以做 什麼東西你公司不能做 看完之後 投標 這個時候呢 你就要看它到底是要用 最有力標 還是最低標 還是 評分及格最低標 最低標 淺顯易懂嘛 就是最便宜 把你自己殺到最低 然後去標 比如說人家鋪馬路要花20萬 你兩萬 換你屌 那就 難解給你鋪 這個時候重點就來了 你只要有本事 你可以換算出來 你可以用多少錢承包 那你就寫 在有效時間內 投標 到那個政府 他們就會找一天開標 開標就評說 這個貴姊的公司 150萬 超人的公司 250萬 怎麼會 製作人的公司 80萬 他可以寫的規格 大家都寫的一樣 我們的規格 他都可以做 80萬來做 但是如果今天他做不完 他就挫賽了 你知道就政治挫賽了 所以你各位 所以 我剛才我先說 你各位 所以就 你各位 你不要以為這種 很好做 你數學要很好 很多人做政府標案 做要賠錢 政府標案 它是一定能夠接受你賺錢的 沒有政府標案 在做賠錢的 它 也有一個健康的 趴數 一個比例在那邊 第二種 叫做 最有力標 假設這個戶外公共工工程 藝術工程 他200萬做 這個時候貴姐就出來標了 貴姐說我可以做一個150公分的皮卡丘 製作人的公司就出來標了 他說我可以做一個300公分的雷丘 蔡文正公司出來了 蔡文正公司就說我可以做一個台灣原創的雕塑 他們就會去評分說 怎麼樣對這個地方最有力 怎麼樣的方式對這個單位最有力 那他們會選出這幾間 誰最有力誰得標 誰來選呢 委員 這些委員就是來自於一些專家學者 然後你最常會看到的就是大學教授 退休教授 榮譽教授 所以我們很常遇到的困擾就是 決定你能不能做這個事情的人 他可能也真的不是工程的人 他也不是真的懂你的技術專業的人 但是他可能是這個領域裡面的教授 話說回來你看完標案了 你知道他的規範了 之後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就要做出厚厚的一本 這個就是小本 你今天你要標一個政府工程 你就要打出一大堆 這些有的不的 你還要請一些什麼結構技師 然後幫你換算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政府單位 他確定你做出來的東西到底安不安全 那所以你在不同的標案裡面 你就要做不同的標案書 通常他規範裡面會說 我們這次有十個委員 那你這個書印十份 所以印起來就是諷一疊 然後最後呢政府他就會喊你 政府最喜歡喊來喊去 好你投標了 然後投標之後他們會再選說 今天8月8號量成即時上午10點開標 然後開標他就會看你檢查 曹恩真公司 你的東西有沒有符合我們標案裡面要加的東西呢 OK好找我這間公司可以了 那你這間公司放進來 那第二間公司 貴姐的公司 貴姐的公司 這個東西 缺了少東西 缺了一個東西怎麼辦 就要看他有沒有在現場 沒在現場的話 踢掉 那之後呢 丟到這邊來的 就會進到第一次評審會 這個又差很多 有的標案不用撿爆 有的標案要撿爆 要撿爆了之後呢 你就要做一個POWPOINT 委員他就會開始問 呃 曹恩真老 你怎麼跟我證明你和接換得好 厲害的委員他會說 你這個鑄招是用什麼樣的合金鑄招 那你裡面結構計師證的第三項第幾頁 它裡面的這個銀封面 你是怎麼樣計算的 就是有一些厲害的委員 他是真的是問出一些 的確要小心的問題 因為委員為什麼要存在 委員就是在幫這個政府單位去監督 他能不能挑出好的廠商 並且幫助這個廠商 把這個標案做得很好 這其實是 這個時候 假設今天超認真得標了 耶 我們公司得標對不對 其實做政府標案 有一個最棒最棒的事情 就是你的錢絕對臉得到 頭款我應該要拿到百分之多少 第二期款我應該拿到多少 第三期款要拿到多少 這個一定都會付給你 政府單位頂多就是慢 但是錢一定跑不掉 所有你在拿到標案 跟你跟政府在喊來喊去的時候 政府有一個東西 我個人實在是很不喜歡 就是要發喊 這個厚厚的這點都是喊 都是我被政府喊的 他就會講說 XXX有件公司主持有關 在110年度什麼什麼什麼標案 採購案來說 暗號10++++ 明確結果詳細說明請查找 所有的對話 所有的當下決定 你當下討論都不算數 喊才算數 等下喊完之後 我們也簽約了嘛 我們拿到這個標案了 那之後你就要開始做第一期的 一開始要怎麼做 每一個標案真的不太一樣 所以不過邏輯都是一樣的 它會分成 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你要做到什麼程度 百分之五十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程度 百分之七十的時候 你要做什麼程度 那像我們這次的這個標案 就是百分之七十的時候 我們要場驗 政府單位的人 委員們 跟這些厲害的學者們 知道這些東西怎麼做的人 就會集合到你的場內 或者是約定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檢查 這個東西 它到底做得好不好 基本上一定會調整 對這個給各位朋友 一個健康的概念 委員的存在 就是希望把你的東西做得更好 這個當中到底是誰來聯絡這些事情 處理這些流程的呢 承辦 講到這個我就賭來 不好的承辦 拿著雞毛當令箭 自己以為自己評審委員 自己搞不清楚狀況 然後全部都怪你 很像是工內小太監你知道嗎 前面跟你講一個話 後面那邊放你的話 常常早上就有點故意跟你講說 欸我跟你講喔 你知道今天九點要場驗吧 你知道齁 好我聯絡你了 好掛拜 你掛掉 我覺得這個工部門真的要趕進 很多人都覺得廠商啊 或者是公司啊 都沒有別的事情做 公司整年就只做你這個案子 所以他們每次在約時間的時候 都不把你當人看的 小端巴虎 好的承辦會說 欸我們跟委員這邊約了幾天 你們這邊有沒有哪幾天可以到 好承辦 他會幫助你把這個標案流程 做得很順利 就是你不懂的地方問承辦 承辦他會教你怎麼弄 我們曾經有遇過幾個很好的承辦 新北市政府的 金融市文化局的承辦 台南的也不錯 中央文字局有很好的 有遇過很誇張 都有都有 然後之後廠業呢 就大概是像這個狀況啦 各位委員老師大家好 我們手上都有提供一件資料 給各位老師 第九頁開始呢 有所有我們製造過程當中 290 290啦 對 你走完這些流程的時候呢 政府表演有一件事情 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之重要 各位朋友 如果你第一次表演 一定要記得 也會拍照 不管什麼時候 工程做完一半的時候 拍照 工程還沒做之前拍照 工文做完之後拍照 跟承辦 講話的時候 不要講電話 全部都用文字記錄 全部都用信件記錄 或全部都是發Email 發給他 他回來 才是對的 江湖顯了 工部門也是要自保的 總說回來 其實為什麼大家搞得這麼忙呢 其實工部門很難做人 當如果今天 這個長官 他負責了這個案子 公開招標 結果做出來的廠商 做亂七八糟的時候 怎麼辦呢 我跟你講 民眾就開始不爽了 民眾不爽之後 他就罵政府 政府長官就出來 人頭頂替這樣子 他們也怕拿了人民的納稅錢 結果做出來的東西 亂七八糟 害了他的官路不順追 這個時候你就需要 灌通食 官路亨通 我們從捷運 弟弟三十公尺 拿上來的 灌通食 小孩生不出來 灌通食 生官生不上去嗎 灌通食 假設今天你的公司 跟我們的公司很類似就是 是技術底的 基本上技術這件事情 沒有問題 那你就要特別特別小心 合約這件事 合約裡面呢 尤其有個東西叫做 日曆天跟工作天 這兩個名詞 你一定要很熟悉 還有合約的時程跟進程 你只要按照著合約的日程去做 去一步一步 這樣子基本上 不太會出意外 其實政府工程 坦白講 沒什麼好怕的 也沒有大家想像中的 這麼樣的困難 那你只要突破兩件事 第一個突破委員 跟突破懲辦 我知道在我們頻道裡面 大很多都是工夫底 那是工程類 你就要學會怎麼樣去看合約 然後你一定合約做很好的談判 這也是在政府工程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好啦 場夜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實地安裝啦 實地安裝怎麼裝呢 請看 大早安 歡迎來到超人燈的一個早晨 現在目前百分之八十 剩下的百分之二十咧 我們要在這邊現場完工 所以等一下挑這場位置 就開工了 政府標案什麼最重要 執政最重要 然後一定要排到省鎮 保護你自己 你也有護運嗎 有啊 二十公分 你當遇到七八的公務員的時候 他會少一公分他會給你套杯 對啊 沒有 可以多不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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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擦了 要不要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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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看到現在我們放下去了 有沒有看到布袋在下面 有了啦 有了啦 對 有怕沒關係 這是吊掛技巧當中的一種 先把它定位之後 然後再來吊上面的鎮 然後往上拉 抽出來 OK 是這樣子 我們這個標 因為它是做鑄造銅箭 你現在看到上面的那個就是翻砂的 那翻砂出來的銅箭 它看起來是一個很亮很亮的黃色 就是像你去外面買的黃銅片一樣的類似這樣的顏色 然後所以之後我們就用很多藥水去染色去燒色 然後把氧化物保留在上面 之後呢 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你吊掛吧 還是在搬運的時候一定都會有一些 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損啊 還是髒啊 所以到現場的時候其實 顏色通常都還會再做一次 然後做完了之後呢 今天就要把顏色封起來 封完之後下面抿環之日 就要保佑不下雨 那基本上今天就算完工了 我們現在經過了兩個小時 我們把上部分提起好了 現在我們要做下面要做抿食指 那知道抿食指跟洗漆指就什麼不一樣嗎 沒關係 我們有機會再拍一集給大家看 所以現在的工法呢 就是因為這個地板它本身不是這麼水平 我們用的就是現場抿的方式 然後可以把下面的貼線把它貼得很服貼 它原本的地點和點面這樣 通常就是殘泥啊 一角泥啊 然後拿石頭啊 然後狗一狗 狗上去之後呢 我們會用海田 然後外面洗 這部分大概做完之後 大概幾個小時就乾了 乾完之後再過一個禮拜 我們再來上戶外的它的保護期 這樣子就算是結束了 然後不算結束了 政府單位最討厭的就是 你以為做完結束了 不是 還有結案報告 結案報告做完 委員看完 才是結束 沒有 應該還不算結束 錢下來的時候的那一天 當錢進到公司戶頭裡面的時候 才叫做結束 總而言之 今天會被曬得很乾啊 我們剛剛小的那一貨就是已經半乾半乾了 然後我們就會開始用海綿 開始把它表面這樣洗出來 那因為沙子比較稀嘛 所以會被海綿帶走 然後上面大力石頭就會留在上面 這個就是米石子 感覺今天可以提早下凡 提早結束 經過我們從早上十點 一路奮戰到現在下午兩點 很輕鬆的 很辛苦的把這個事情解決了 然後接下來就是拿乾 拿乾完之後 再把一些濕氣的表面處理掉 然後最後就是拍一張 拍一張照片 拍完這支影片主要就是跟大家說 就是大家不要去害怕去接觸任何樣的工作的狀態 如果你沒有你投標沒有標到 你也不要氣餒 因為我基本上從以前大概頭二十個只會中一個 所以他需要一個滿長的時間去訓練 你怎麼樣去製作企劃書 怎麼樣去提案啊 或者是累積你的資歷啊 你才能夠拿到更高比例的成功率 好啦那最後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自己喜歡做的表案 這次超認真少年 我話說到這裡 誰贊成 誰反對 我反對 對我想到一件事 其實十萬塊以下 是不用公開招標的 所以如果各位朋友 你第一次想要嘗試政府表案 你可以先試看看 從十萬塊以下的表案 我話說到此 有誰贊成 誰反對 我反對 我曾經遇過一個很ㄎㄧㄤ的 我全部講完講完喔 然後委員就說 你剛剛講了什麼 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有啊 然後當下全部人傻眼 然後旁邊的委員也傻眼 他說你怎麼睡著啊 CAD就是Creators in Taiwan 是為新媒體創造的所打造的全新平台 現在你只要下載Honey Video AV訂閱CAD 就可以提早兩個禮拜 看到我們的全新影片囉 麻煩